我們上次上課就上到這個 有關於我用一個單一原子 作為一個或是單一分子 最主要是單一原子 作為一個金格裡頭的原子 那如果是這樣一個系統 它的升級的模會是什麼樣子 它特色的模 那我上次上次要用我們的OMIGA 我起來這邊 OMIGA就可以跟它有A分子4C 然後SIGN2就可以跟它之下去不覺得有值 所以當然齊全的指援因子 我們這個OMIGA是負的嘛 對不對 負的平均就長了 不知道對不對 好 所以呢我們就去畫圖 那畫圖的時候呢 假設我們把這個式子呢 我們把這個 4C除葉開根號除過來 如果把這個除過來的話 應該SIGN1介於正不一之間嘛 對不對 就覺得自己最大的值是1 所以正有這條虛線 這個虛線 它的值就是1 這邊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 4C 我們要自己輪到4C 7M 好 所以這邊是1 那我們從這個K 這個K的0在這邊的話 那我們可以這樣看齁 因為它是個SIGN A分子K 所以呢 我們這整個完整的那個周期 這樣過來 就是重定 到F2P 那最大的值呢 就在哪裡 F2P 因為F2P F2P 它會給多少 SIGN2P 2P是1嘛 最大的值嘛 對不對 那往負的也一樣 往負的呢 負的A分子P 會到達 因為它是曲絕分子 所以你負一就變成正一 對不對 所以也會到這邊去 所以它是一個對你秤的一個圖形 從0 到A分子P跟A分子P 這樣了解嗎 所以在這裡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的2分之1K 2分之1K 會有一個什麼 幾值 所以就告訴你 來 SIGN的2分之1K 它會出現幾值 幾值在哪邊 一個是什麼呢 我SIGN的5K A跟B的幾值 是出現在 一邊的幾值是A分子P 一邊的幾值是A分子P 這樣子 應該說我的K值 K值應該介於這兩個值間 介於這兩個值間 會出現幾大值 這個對到的幾大值 這個 這個就是E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E嘛 那一開始的時候 從0出發的話 跟它們對到0 還是0 所以呢 其實是介於兩個 幾值之間 然後就這張圖 好 那第二個呢 它還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這張圖 你仔細看這張圖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喔 你看喔 負A分子P跟A分子P 我們之前學過 這是什麼 其實是負離園區的 邊界嘛 對不對 一個K 是A分子2P 對不對 所以半個K 就是A分子P 所以往前半個K 就是A分子P 往後半個K呢 算有幾值P 對不對 還記得啦 負離園區 我們K 等於A分子P A分子2P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算負離園區的時候 從這邊到這邊 假設有一個原子的話 我們隨時平分 我們雖然這一個 是一個什麼 A分子2P 那往後呢 這邊呢 這裡是一個什麼 A分子2P 所以我在這張圖 其實我畫圖 其實我畫圖 是什麼 是區域介於這裡 到這裡之間 這裡到這裡之間 這是導經格的空間 這是導經格的空間 在這個之間 在這個之間 所以呢 其實在這點呢 這邊是A分子P 所以我們這張圖 看起來 看起來 它的左極線 跟右極線 左極大跟右極大 出現 剛好是在負離園區 最旁邊 最邊界 我們負離園區 這裡辦了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那這張圖呢 到這裡 既然變成這樣之後 它也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因為這邊是極大值 所以這邊呢 它的斜線 是省平線 對不對 斜率為0 所以這是它的極致 好 可是斜率為0 又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如果 下一個座標準是K 這個座標準是Omega的話 Omega 除以K等於0 我們的Omega 除以K等於0 在哪裡呢 在 我們的K W A分子 P 還有A分子P A分子P 對 對不對 我們要給你 那什麼售量 Dream Can 我們上次有講過 它是什麼 像素 對不對 所以我的坡怎麼樣 坡在 婦女院區的邊界處 它的像素 什麼 像素的原因 對不對 它的這個 VD VD的VD 比如我坡 到那邊 我可能坡在中間的速度很快 可是到旁邊 就變得很慢 好 了解意思嗎 好 最後到這邊就沒 所以這是一個 什麼 典型的鑄坡 鑄坡的坡竭在哪裡 在不連群 好 那除了這邊的水瓶 最好跟直線 在所謂的 Zone Center 什麼叫Zone Center 就是在0的附近 0的附近 在Zone Center的地方呢 這邊的那個線呢 它的斜率很像一條直線 對不對 這樣看有點很直 對不對 有點直直的 對不對 有點像直線 很像直線 所以 這又可以告訴你什麼 如果 這邊是一條直線 Omica對K 是一個線性關係的話 是一個線性關係的話 代表什麼 等一下我們給你看 它代表是它 完全遵守 五可命運 好 來看一下 好 所以第一個 好 剛剛講 這個 這個地方 跟這個表情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所有 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哪一種 哪一種 這個申訴 這種VP 不管是哪一種VP 這一段 其實你把它扣掉一個什麼 你把這一段 這一段 這個點 我扣掉一個MV 對不對 這點 這點 所以呢 我今天這個 這個 這個 色散關係 是 Omica對K 我們叫色散關係 我不管 畫了幾個周期 反正 再繼續重複 每隔一個 什麼 所以呢 這邊的 所有的 Omica對K的值 都變在 一部延續裡 有長大 對不對 所以要告訴你什麼 我們所有的K值 在第一個 只要在第一個不圓區 你就可以描述所有幾個的狀況 我們需要討論到很多的不圓區 這是第一個 好 OK 那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數也讓我們證明它 很簡單 你知道 假設我們的這個平面 我們討論到下一個平面的話 下一個平面的詞 Tension u exponent isk isk 就是 des的平面 再加或是減一個 加減一個 加減一個 就是多的一個平面 對不對 那我 us跟us-1 兩個相處 都有 exponent isks 那exponent isks 只要介於 它用覆外之間呢 我的k 可以表示所有各式各樣的 exponential 的數 數量到處都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剛剛我問什麼重複 問往外考多少的 多少的什麼 A分子拍 其實這個時間是這樣 K介於復拍之間 所以我只知道K介於 A分子復拍到 A分子拍之間 我最好是所有的值呢 全部都可以表述了 OK 那這個呢 這兩個值呢 就不遠 就剛剛講了 那幾值出現在 A分子復拍 好 那所有超過 不遠區的這些值呢 你只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折回來 剪掉A分子 A分子復拍 進行回到不遠區 它就可以重複 做出一模一樣的 晶體震動 它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超過很多呢 整A分子復拍的不備 那所以數學班來講 簡單講 假設我們要把它折回來 新人叫K-RUN 那K-RUN相當於 他現在的來K-RUN 他超過了三四個 三十個不遠區 然後呢 我們剪掉A分子復拍 這個三個 就把N代三進去 剪完回來之後呢 他就重新進到不遠區裡頭去了 所以呢 像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如果K-RUN K-RUN的話 這個呢 又是在不遠區裡頭 有一個新的K 所以我們不需要 很多很多的K 來描述 整個經濟震盪的這個系統 好 好 OK 這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好 沒有齁 OK 好 這邊我剛剛都講過啦 把它剪一剪剪來就可以了啦 好 再來第二個 在中Bundary的地方 在我們的不遠區的邊界 中Bundary的不遠區的邊界 一般會講 這個叫做Bundary EvnPie 不管叫做Bundary 就是所謂的不遠區的邊界 誰叫做我們叫做Centum 這個不遠區的中心 所以在中Bundary的這個地方呢 我如果把剛剛的數值 剛剛我說在中Bundary是幾值嘛 對不對 把EvnPie再進去之後 這也是可能會選擇 所以我會選擇U的負一S 負一的S次方 不要忘記S是什麼 我上次有講過吧 譬如說假設 不要很多平面 來 這個是S平面 那下一個是S加1 再來是S加2 那往前呢 S-1 S-2 好 那第S的平面 我的U S-U的負一S次方 所以S是整數 所以這倒數是什麼 我的位移會是怎麼樣 假設這個平面 S是激數的話 它可能是往復的移動 偶數是往正的移動 簡單講是怎麼樣 我的正大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相鄰的兩顆看起來是這樣子在正大 對不對 完全是什麼 完全是反向的 這個這樣正 那我下一顆也是這樣子正 下一顆也是這樣正 完全是反向的 所以我的位移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 OK 所以呢這樣的波 是什麼樣的波 到底是往左還是往右 它氣不往左 也不往右 氣不往左 如果畫這樣圖的話 這個波王 我畫例子好了 然後 我們的例子 來 1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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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有兩倍的邊界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鑄坡的話 那在最左邊跟最右邊的這顆圓子要怎麼辦 能夠了解嗎 你固體一定是一個什麼啊 一定是一個這樣一個完整的形式嘛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一個完整的形式的話 如果你不是剛好是一個鑄坡的形式的話 在邊緣 那個坡怎麼樣 會破壁 為什麼 因為原子的位置會有兩個以上 對不對 什麼叫鑄坡 鑄坡就是我原子這一個位置不會動 對不對 那個點 比如說鑄坡 鑄坡 假設這已經是最外面那一顆了 對不對 它的位置就不定時了 對不對 假設不是鑄坡呢 變成這樣子了 原子可以在這邊也可以在這邊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 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鑄坡的一個條件 鑄坡 為什麼不讓我們的條件是不一樣的呢 我們來看 好 這個KMX 等於正負坡分之胎 其實就是跟2D 賽斯要講的 是同一個意思喔 這兩個其實同一個意思 你說這兩個都同一個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喔 假設我一定是Σ 乎坡分之胎 也就是說我們的項位是固定時的 這個項位呢 完全固定差的多少 90度 對不對 C哪拍的分之胎 把這個D換成A 所以如果這是90度 這個值得D嘛 對不對 然後這點2A 對不對 N代1 所以是2A的爛檔 在這個四角都會爛檔 那上面的詩子呢 假設K代2拍除以爛檔 所以2拍除以爛檔 拍2拍就可以消掉 這個是2 對不對 A過來再反移過去 所以兩者完全都是同一個詩子 哪一個詩子 都是爛檔與2A的詩子 都是爛檔與2A的詩子 所以呢 其實我們 在晶體裡頭的彈性波 完全跟布蘭文團結 其實一模一樣的 完全跟布蘭文團結 一模一樣 那但是呢 還是要跟本質上的差別啊 差別在什麼 我們的晶體震盪 我們的N值 我們的N值 必須要怎麼樣 都在晶格點上 才有意義 不在晶格點上的震盪 都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那沒有原子啊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打X光 是一個電磁波 我電磁波可以多少 我可以儲存在這個中間 有三個 可以嗎 對不對 那你這個畫三個 對這個晶體來說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啊 他不能這裡跑出三個來震盪力 最後看到的結果 就只有 一個在下來這個點 下來這個點 對不對 你看不到什麼 中間的這個狀況 對不對 對晶體來說 你看到這個狀況嗎 對電磁波來說 你中間兩個也可以 一個也可以 很多個也可以 對不對 在N等於12345678 到底無窮多 理論上都可以 但是對晶體呢 中間無窮多 完全沒有意義 他唯一有意義的是 這個點是在 原點 這個點掉下來 在裡面 槍都沒有意義 對不對 所以呢 X光 X光 跟這個 雖然他們都符合同一個條件 就是爛倒在二人的條件 但是唯一 但是最大的差別是 N只有那一一而已 就是這樣子 開始 好 OK 這個有個問題 這邊是 升值的這個 數學理論 所以 大概一點 一點防災 是不是 一點呆滋 要流 脫水都要流下來 是不是 好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簡單的 大二力學 大二力學其實也不簡單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的力學 居然可以來處理力學的問題 還很厲害 對不對 還可以跟部分的光學 Blog 基本上是光的乾色 都連結在一起 對 基本上物理彼此都是不同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群素 今天呢 我們這個波包 波包 這個波包 可以用群素 整個波的波包 可以用群素的 這個方法來表示 那這個BG 我們定義是D Omega1k Omega1k 或者是BG 可以寫 gradient k Omega1k 這個課文 其實它是這個 可以插掉 好 其實我的BG 等於什麼 gradient k 然後呢 Omega Omega 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是我的整群的群素 整群的波的這個群素 那上次有講到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群素跟像素差別在什麼 你看 這樣是一個波包 對不對 這個波包 那這個波包的移動 跟這個 紅色點 紅色點是什麼 永遠都在什麼 像的最高點 至少是群的最高 對不對 這是像的速度 然後呢 綠色呢 是群的速度 好 那這裡頭呢 這個群素跟像素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群素 首先你先想 一個波 單一頻率 單一正弗 單一波長 它正常的長相應該長成這樣子 第一個 我的高度都是一樣的 好 這有個中心值 所以我的高度一樣 我Ampitude 對不對 Ampitude一樣 單一波長 第二個呢 那我 應該都說 這不是單一的 第二個波長是固定的 對不對 波長是固定的 好 一個波的特質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波會長成這樣子 你們學過的物理 為什麼波會 有小的大大又變小 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個這樣子 的一個包裹面 為什麼會這樣子 發生什麼事情 還記得嗎 這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學過一個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應該 有一個很潮的耳機 就是這個字啊 有一個很潮的耳機 一個大P的 有沒有 紅色的大V 有沒有 小V啦 抱歉 這是什麼 Beats Beats 對不對 Beats是什麼 什麼是Beats 有一個耳機長這樣子啊 有一個耳機 它中間這樣子啊 就有P嘛 對不對 紅色的 只有紅色的 我最喜歡紅色的 耳機啊 對不對 這樣去朝不一把嘛 對不對 蛤 很潮嘛 對不對 如果你買到品質很好 就表示買到房包面 是不是 什麼很奇怪 有種改善一直還不錯啊 對不起 買到房包面 好 這大家網路很開動一下 不同部分 也有真實的影片 好 這個叫做拍平 拍平 知道嗎 拍平 我叫拍平呢 就是我兩個 兩個坡 它的比數非常非常接近 比如說一個叫做 Side的什麼 Kx Kx加上ωt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Side的 Kx加上ωt Kx加上一個Δ 好了 兩個 Omica 好 現在兩個Omica差一點點 Omica 加Δ Omica 然後Kx 這樣子 頻率差一點點 我的腳頻率差一點點 那就會產生什麼 時間上的干涉 你會聽到聲音之後 乎大乎小 就是這樣子 這是兩個坡的結合 乎有學過嗎 乎乎有學過嗎 乎乎乎有學過 兩個音 差很近的時候 會有這種乾涉音 有學過嗎 有啦 應該有吧 所以會長得有這種波包的形式啊 對不對 那波包呢 這個包末 這個大包的部分 它的頻率呢 是兩個的頻率怎麼樣 相減嘛 對不對 相減嘛 然後呢 這個快速的是兩個相加嘛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問一下 沒有影響 好 三好今 總之 沒有影響 今天第一次學 總是把學拉了嘛 對不對 這樣一個東西出現 好 那問題是在晶體裡頭喔 它有的頻率不是只有兩種喔 它有很多很多種 對不對 那 每一種頻率全部疊加起來 每一種頻率疊加起來 最後也會相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各種頻率 在晶體裡頭 去壓它 去震盪它 它會有分布嘛 對不對 一般的分布還是常態分布嘛 對不對 那這樣是常態分布 高頻的低 很高頻的很少 很低頻的很少 中間頻率的 比較多 所以這個疊起來 大概也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的 這個波呢 就彼此干涉 所以呢 我這個BG呢 最後 這個移動了BG 怎麼樣 反而它這個BG 滷入了本來 你會把能量 在這個波 因為 鑄波會怎麼樣 如果是鑄波的話 我會把能量 封在裡面嘛 對不對 那如果整個鑄波在移動呢 是把能量帶著走 了解嗎 鑄波會把能量封存在你的整個坡的這個包 波包裡面嘛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有學過嗎 你知道鑄波會把能量 撥在裡面 有嗎 不一定有學過啊 有啊 對不對 所以能量會被限制在波包裡面 好 那如果波包在移動呢 波包在移動 波包在移動 是不是就把能量移動這樣搬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波包在移動的時候 會帶走你的能量 剛我們以前講 單一的下位 它的下速跟群速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好 所以呢 這個速度呢 這雖然是群速 就是它搞的是什麼 整個整個這個伸直能量 然後它整個伸直能量 跟群速怎麼移動 就會把這個能量 依照提高速帶著去移動 這樣了解嗎 可以懂意思嗎 可以喔 這個能量包就把它這樣帶著走 帶著走 好OK 那我們來看看 以剛剛的例子來說 那它的群速是多少 群速是不是就把它為分嗎 對不對 Omega對K為分嗎 對不對 應該grade 這個 把它做grade一點 對不對 對K為分 所以這個對K為分呢 就會得到什麼 你看喔 對K為分 2分之1A 就提到外面去了 那外面 問題是外面是4C 屬於M 開個號 所以其實如果把聲音 變成4分之N0方 那4分之1跟4消掉 所以變成C A0方 屬於M開個號 所以CA0方 屬於M開個號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B群 那我剛剛說 波波包不是會帶著能量 以前移動嗎 好 可是這公式顯然告訴你 不是這樣子喔 它有沒有移動 能量是束縛在群面的 那有沒有移動呢 你看這個式子 當你K 喔 剛好沒什麼 A1開的時候 K剛好的A1開的時候 變成Cos1開 Cos1開 Cos1開是多少 0 所以我的群束在什麼啊 在我的不圓區的邊界的時候呢 它是0喔 也就是說 我這波包呢 並沒有移動 而是真的都被束縮在裡面 那我其實剛剛前面也已經告訴你 這個是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的群束項束在這邊 全部都是0 所以呢 我今天所有震盪的量 都被束縮在 一個不圓區之內 然後呢 它不會移動 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先註播 所以這個經典的震盪 再三天直接告訴你 我有這樣的行為 它有必定註播 它能量呢 就被束縮在一個註播裡面 好 這個有一個問題 沒問題 沒有喔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會要什麼 不要所謂的穿透的這個速度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剛剛這個 這個東西 有去看 那我剛剛講 如果說 我的kA剩小於1 我把屏擦掉了 也就是說 如果kA剩小於1的話 我剛剛的這個Posine kA 前面這個Posine kA 我可以把它換成什麼 1-1-2-2-3-0 坐開再展開 對不對 我現在在展開這邊 你忘記的話 就放在這邊 所以是0-2-4-6-8-4 我現在是0-2-4-6-8-4 我現在是3-5-7-9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展開是展開這邊 好 那如果只取前兩下的話呢 假設kA剩小於1 所以kA剩小於1 他事實上就不要管他了 我只留前兩下 把這個帶到我前面 剛剛算出來的式子 這個帶進去1跟1消掉 負號會正號 剩下什麼呢 2分之kA平方 最後呢 就可以得到 好 好 那這個式子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式 大家可以把 抵抗 根號的c 除去m 然後呢 k 好 那 這個會是什麼東西 因為 你等於我們要處理k 對不對 我來把這式子改一下 算給你讚 為什麼它是補分定律 Omega等於 0跟浦克 c除去m k 好 我一下就下 Omega除去m 等於 跟浦克